身体出现这三须要节欲盛行 避免损身则寿 有句俗话叫做三须不同房 意思就是说 当身体出现这三种亏须的时候 要节欲盛行 尽量不要行房事 否则就容易损伤身体健康 具体是哪三种亏须呢 今天来给大家讲一讲 首先是阳气亏须 阳须指的是男性体内的阳气不足 尤其是肾阳 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根源 如果肾阳不足 容易出现中筋软弱无力的情况 还会伴有艳药多 大肥部成型 腰酸腿软的症状 对于这种情况 可以考虑使用一些补养的方法 第二是气血亏须 气血滋养着五脏六腑 四肢白海 是我们人体生命的源泉 中医认为 筋血同源可以相互转化 如果说防劳过度 不知节制会导致肾经亏损过多 会加重气血亏须的情况 而本身就气血亏须的人 如果长期不去 自补气血 也会损耗体内的肾经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出现气短乏力 肢体困倦 肌力减退 头部昏花 肢体麻烦等症状 对于这种情况 就要补气血了 最后是经虚 肾脏是人体的肠经之所 而肾经又是我们脏腑乳养和生殖发育的关键 人体的生长就是一个消耗肾经的过程 由此可见 圣经对于我们肾子的重要性 如果说本身就有圣经亏须 再不注意节制防止的话 就会过度的亏好圣经 出现难力下降 甚至出现涨衰的情况 这时候条理就要及时补充圣经 对于我们肾子的确认 感谢观看